大家好,今天又跟大家講Power Query 今天我們就講一下這個 Trim 其實在Excel 裡面我們都很熟悉一個 Trim Function Trim這個功能可以幫助我們把儲存格裡面多餘的空間去撤走 在Excel 裡面是會把頭頭尾尾和中間的空間都會拿走 這個就是我們得出來的結果 在Power Query 裡面其實我們都有一個 Trim Function 但是它有少少不同 我們現在就看看它有什麼不同 我剛剛就把剛才的表放進去Para Query Editor 這個就是我們本來的Column 我們想 Trim 去的話 我們可以 Right Click Transform Trim 又或者我可以去 Add Column 這個位置 Format 然後選擇 Trim 接下來我會做這個動作 因為我想大家看到前後的分別 我現在就選擇 Add Column Format Trim 多做一個Column出來 這個就是我們的結果 這個就是我們的結果 都幾不同的 跟Excel的 Trim Function 在Power Query 出來 它中間的空間沒有跟我移除到 我仔細一點看看 這個 Trim Function 的 Description 是什麼 原來在Power Query 裡面的 Trim 它只會把頭和尾多餘的空間斬走 就是說 中間那些多餘的空間 它是不會跟你做任何事的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出來的結果 我們看到頭尾沒有空間 但是中間的空間 其實它是儲存在那裡的 不是那麼好 其實我預計它是跟Excel的 Trim Function 出到同樣的結果 那麼Empira Query 可以怎樣做呢 我們需要用一點點 M Code 或者在這個Formula 做一點點手腳 立即看看怎樣做 好了 接下來我就會 加一個新的Custom Column 我會 Step by Step 做給大家看 怎樣去做這個 Trim Function 首先第一步 我們就會利用到一個 叫做 Task.Suite的 Function 即是我想將一些文字分開去 字面就是這個意思 這個功能叫做Test.Suite 那我的字在哪裏呢 就在這個Column OriginalTest 這個Column裡面的內容 我的分架符號 我想要是什麼呢 就是一個Single Space 一個空白位 當你看到一個空白位 就跟我將它分開去 那出來的結果 會是一個List of Items 是一個List來的 一份清單 這個List有什麼呢 其實它每當看到一個空白位 它就跟你分了 所以我們會有三個空白位 跟著有Power這個字 然後呢 我又會見到有四個空白位 Curray這個字 跟著呢 有兩個Space 我又見到有兩個空白位 最後有一個Trim 那個字 如此類推 那第二個 第三個 我們都會見到同一個Pattern 總之凡是它見到一個空白位 它就跟我分開了那一組字 那我們最後的結果呢 就是一個List 當中有空白位 和有一些文字在裡面 好了 知道這件事之後呢 我們現在又加另外一個Custom Column 那第二個動作 第二個步驟 我們想做什麼呢 我們其實就想 Base on剛剛那個List 去remove某部分的Items 去移除某部分的Items 這麼巧我們有個Function 叫做List.removeItems 那我們的List 在哪裏呢 就是剛剛那個Custom Column 那 看到呢 我們剛剛製造了一個Column 因為我沒有特別給個名字 是否叫Custom 這個 Intellisense 不太對 我先改一改 叫List.removeItems 好了 我知道我的List 在Column 即是在Custom的Column 那這個Function的第二個Parameter 它都是需要一個List 所以我要用一個大括號 而我想移除什麼呢 就是 Col Strange 所以Double Quote 中間沒有東西的 Double Quote 好了 現在三括號 OK 出來呢 是另外一個List 那看看結果是什麼 跟之前那個List 跟現在剛剛出來的這個List 我們會發覺呢 這個結果呢 就是只剩下一些文字 一些字串 在這裡 所有空白位 移除了 這個就是List.removeItems 那個Function 我們叫它幫我移除所有 0String 那些Value 所以不要浪 不要浪 這些空白位 最後一步呢 那我又加多另外一個Custom Column 好 直接 最後一步就是 我想把剛才那些字 combine在一起 Test.combine 這個Function 就是做這件事了 第一個Argument 就是 這個Custom One 裡面的List Values 那Separator 是什麼呢 就是一個Single Space 一個空白的符號 Sanku 好 再按OK 出來 就是我們希望想得到的 Trim Result 所有頭尾 中間多餘的Space 全部沒有了 就是這樣了 但是呢 你會發現 我們做這個動作 我們需要三個步驟 如果我們呢 就是了解到 每一個步驟 在做什麼呢 其實我們可以透過 一條Formula 就可以做完 這三個步驟 那又怎麼做呢 我們又加一個 新的Custom Column 去看看 這次呢 我會給他一個 有意思的名字 叫什麼名字呢 Crim Like Excel In Para Query With One Formula OK 這個就是我給他的名字 是尺少少 不過很清晰 第一個步驟 第一個動作是什麼 就是Test.Split 這個功能 我想將OriginalTest 這裡呢 所有有一個Space 就跟我Split開去 那出來的結果呢 會是一個List 那我就要利用另一個功能 那個功能 就是List.RemoveItems 他告訴他 剛才出來的結果 第一個List 我就想利用 RemoveItems 這個功能 告訴他 透過第二個Argument 一個大括號 裡面 告訴他 我想Remove NimitItems 就是一個SealStrange OK 到最後了 我就將 移除了 空白位的文字寸裡面 一個List 將他所有剩下的字 做回一個 Combination Test.Combine 就做這件事 中間的Separator 就是一個Synical Space 沒有Syntest Error OK 這個就是我們終極的結果 就是透過一條Formula 就是這條Formula 就做到 好像Excel Trim這個動作 希望你喜歡這條短片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按一下小鈴鐺 下次見 再見